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題目 有個車子原來是靜止的 啟動10秒這個加速到10加速度多少 這是特本習體就是比較沒有程度的題目 直接代公式解決 ΔTΔV 計時開始速度1 計時結束速度2 計時開始0秒速度0 計時結束10秒速度10 一減答案叫做1 好解決 沒事 OK嗎 OK 好 請問你它加速度多少 畫個圖 計時0秒的時候是10 2秒的時候是12.5 它加速度會多少 簡單小問題 1.25 請坐下1.25 這題目是不是很沒有程度啊 對 出速度出時間 末速度末時間 總共花了秒鐘 速度從10到12.5 ΔT ΔV 帶進去 轉出來 1.25 OK 我的重點不在1.25 我重點在這裡 這是一個正號對不對 這是一個正號 所以就代表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如果你要挑剔的說 不是因為正號 它是要跟加速度同號 因為你是 對不起 要跟速度同號 因為速度可能是速度啊 對不對 是同號 那因為我在現在都講定我的速度正直 所以是同正號 正號 所以加速度為正直 或者正確說是 加速度跟速度 速度同號的時候 同是正號 同是負號的時候 我們的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所以你看 從10變成12.5 OK 再問一個問題 那它多少 那它多少 那它是多少 這也是簡單小問題 這也是簡單小問題 要找可愛小 大帥哥 對不起 要找可愛大帥哥 有 32 可愛大帥哥 32 多少 你說什麼 負1喔 請說一下 答案 你答案叫做負1 一樣 出速度 末速度 出時間 末時間 花多少時間 變化有多少 delta T delta V 帶進去做 所以呢 就負1 重點一樣 這個計算是最簡單 最基本的計算 代公式答案就 出來了 但重點是要告訴你這句話 它是負的對不對 那它什麼意思 速度會越來越小 我這裡寫的叫做 速度為加速度為負值 正確就是說 加速度跟速度是1號 一個正號 一個負號 1號的時候 它就會越來 速度的值就會越來越小 速度會越來越慢 速度就會越來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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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會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OK 就是我們未來要需要了解 所以你看原來從10化變成0嘛 越來越小 OK 所以綜合理上所說 我們就理解 加速度正值 我更正確地說完要做 跟速度同號 跟速度同號的時候 就表示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所以呢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加速度如果是負值 就表示 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更正確的時候 就是它們兩個1號的時候 就是正號一個負號的時候 那麼就表示它們兩個反方向 速度就會越來越慢 就會越來越慢 就會越來越慢 那還有一種情況 國中基本上不會碰到 除了在向心力的時候 帶一下提價在那邊 就是叫做 垂直 加速度如果跟速度垂直的時候 它會改變速度的方向 但是原則上不改變原來速度的大小 不改原來速度的大小 那以後我們的向心力 會提到它 那還有一個叫水皮 或者是你水皮丟東西啊 水皮丟東西 但是我們國中 沒有水皮拋射 我們國中 沒有水皮拋射 但是國中 帶一下向心力 這就是你所需要了解的概念 叫做 如果 加速度是正直 或者是加速度跟速度同號 那就表示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越來越大 加速度是負直 或者說加速度跟速度是1號 那麼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速度會越來越小 然後理解一下 這兩個是垂直的時候 會改變速度的方向 但不改變原來速度的大小 原本最少那個速度的大小 這就是我們要讓你理解 簡單的練習 重要帶來是正號跟負號的意義 OK